这个伟大的人 尤拉先生 我们国中都学过 尤拉线 外众垂三线会共点 尤拉线 三点共线 外众垂三点共线 莱布尼茨有一个级数 白努力就是流体力学 飞机怎么飞起来 白努力的功劳 莱布尼茨 它们两个级数 尤其莱布尼茨蓝体 这个是平方的 其实四方的六方分之一的 Sigma Sigma就连加 连加 这种东西都解决了 都是尤拉一下方的解决 包括下面这个 1-27分之1 1-25分之1 但是加的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1的三次方 加上 2的三次方 加分之1 那个没有办法 到现在为止 好像还没有办法解决 尤其是第二个 这个是最重要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假设一个 多项是PX 可以写成这样的话 那假设它有很多根 那根叫做A分之一 负的FMZ 负的FMZ 负的FMZ是吧 那一定可以写成这样 一定可以写成那因素 假设它有这个因素 可以写成这样子 然后呢 尤拉这个天才 他居然认为说 这个 他A1 A2 合起来会等 有一个系统 会等于大A 大A 然后 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3的平方加4的平方 会等于A平方减2B 跟这个C A平方减2B 跟这个系数 然后 1的三方加2的三方加3的三方 会等于A三方减3AB加3C 他看出来 他的直觉 四方会这样 当然他用什么真名 你知道吗 哇 这个实在是超级天才 他这样证吗 他假设他 这个方程是再写一次 假设他 你看刚刚是一个多项 他就把它写等于0 然后呢 他两边把它取微分 你看 PX微分 微分 微分 因为他本来是写这一个 你看他把它微分之后会怎样 错了 把它取log 不是微分 取log 不是把它微分 就取log 取log 他把它取log之后呢 而且他取的是自然对数 自然对数log 等一下会微分 你看看 自然对数是好微分 你看 他这个 他就变成 因为对数相成 等于对数相加 所以你看 他就把他很妙地 就把它选择 log 就log的这个 lean 他这个是lean 就是用log其实也可以的 只是lean它的微分 会比较 比较 很简单的 上面的微分 E加AX加BX平方 加CX三方的微分 就是降一阶 就降一阶 除以他本身 那个lean的微分 就怎么 也是降一阶 除本身 所以你看 他E加A1 X降一阶 就是A1 除以他本身 就E加A1 就变这样了 这个如果不懂 我以后再教 然后 他厉害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他很厉害 他反过来想 他把每一个 E加A分之 X分之A1 像第一项 他把他想的是一个 是一个无穷数列 他反过来想 而且这个公比是 是负的α分之X 负的α分之X 他把他想成 无穷数列 就是 无穷等比数列 它是 E减公比分之首相 他这样想 那公比是什么 E减E加R分之A1 那个公比是负的α分之1 就是α分之X 实在是 骂得太聪明了 你看他 他连三个都这样 你再回来看全面那一个 你看 他每一个 每一项都把他想成 是三个的 就是把他想成 是公比 然后整理 就变成这样 整理 你看 微分之后 他把下面都想成 是 是 是无穷数列 公比是负的 A1分之1 或者 那边这样 你看 然后再把他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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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两边各成以分母 就变成这样 这一点都不难 你不要被他吓到 这是整理而已 这是整理而已 这是乘一乘 把那个 把那个 一项 长数项一项二项长出来 你有没有看到 好厉害 他的A 这个第一个就第一个 第二个就对第二个 第三个就对第三个 所以就达到这个了 再整理一下 哇塞 太聪明了 你知道他用这个干什么吗 你看他用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就他再设一个 一个 等一下再讲第二部分 等一下再来有